她是全网最另类的女网红 作用千万粉丝 却拒绝任何直播打赏 甚至只要有人送礼物 她就会任性下播 不要给我送东西 你们少烦我 不要糟了 再送我下播了 而她不仅是金钱如粪桶 就连学历也是网红圈中一顶一的存在 一边上学 一边打理千万粉丝的账号 竟还能考上全国前二十的厦门大学 可就是这样一位网红圈的清流 却是被她的妈妈坑在 差点断送了网红生涯 而她便是纯与天花板杀猪饲料 杀猪饲料本名蛇影心 生于1999年的她 于2018年开始踏入网红圈 和其他为了涨粉刻意营造人设的网红们不同 一直以来 蛇影心从不卖菜 从不加入任何NCN机构 更有没有可以找团队打造人设剧本 因为她的每则视频都短到20秒 似乎都是把短视频当作朋友圈的日常来放 或许也正是这种出于你而不染的清纯 让她瞬间斩活了数百万粉丝的喜爱 甚至男粉比例一度超越了另一位 纯与天花板景串的一位 只是如今在积攒了上千万的粉丝后 杀猪饲料又做了一件 让整个网红圈都难以理解的事情 那就是坚决不收粉丝们的直播打赏 一开始在直播时 杀猪饲料并不会关闭直播间的打赏功能 面对粉丝们送出的礼物 蛇影心百般拒绝 并恳求千万别再送 可耐不住粉丝们的喜爱 大批礼物还是蜂拥而至 然而没想到 蛇影心为了拒绝收礼物 他甚至是直接拉黑了榜仪大哥 不要送案 我真的很烦 我把他拉黑了 后来在了解到了关闭打赏功能后 每天稳定数万人的直播间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各种礼物了 要知道按照千万粉丝网红的体谅 每月能收到的直播打赏 少则几十万 多则也是能有几百万 要问他为何这么少 连送上门来的钱都不要 这便是他的父母给他的底气 再看到这位千万粉丝网红 和传销投资的合照后 我终于明白 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为何非要偏偏取杀猪饲料这个名字 杀猪饲料原名蛇影心 而他的妈妈蛇方琴 也不会普通的 据悉 他的妈妈在一家名为云集品的电子商务公司 担任副总裁一职 而早在2019年的时候 相关部门就已经将其定性为传销组织 通过拉人头 高价出售商品 发展会员等方式来进行变相营物 东窗事发后 不少网友发声称自己的家庭 就是被这个云集品片的血本无归 而再来比对该公司的官网照片 和摄影心与妈妈的合照 不难发现两人确实是魔女无遗了 如今细细想来 杀猪饲料到底意味何意 似乎不言而喻 而他因此的家庭生活 到底从何而来 相必也正是无数老百姓的血汗钱 曾有一期 摄影心曾曝光过自己的家 八百多坪的别墅 大到需要在家里安装电梯 光是客厅的门都有四五米高 以及超大的院子 当时的网友只是满眼羡慕 蛇影心有个好爹好吗 不曾想别墅的一砖一网 没有一块是不带血的 而他直播拒绝礼物的底气 也并不是他淡薄名利 只是带血的馒头吃起来更香而已 原以为杀猪饲料的高学历 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不曾想这竟是他老妈的超能力 如果要比拼权王网红们的学历 那么蛇解的本科厦门大学 一定是佼佼整的存在 毕竟厦门大学不仅是全国排名前二十的双一流 还是我国唯一所在海外设有校区的九八五大学 而对于普通考生来说 没有个六百五十多分 也是根本没可能考上 这个成绩 放在任何一个省份 也得是排名全省前五千的存在 这种人不是天赋异禀 那也是付出了寒窗苦读十二年的心绪 可一边上学一边当网红的摄影心 却轻松做到 因为摄影心并非是普通考生 他也并非体验过山河四字 早上五点起来上早自协的痛苦 甚至是连高考都没参加过 虽是出生在福建莆田 但是摄影心的父母 却是早早地将女儿籍贯迁到了中国澳门 不为别的 只为能让女儿参加华侨生联考 据悉华侨生联考二百分的成绩 就能在国内读一个普通本科 三百分上一本 四百分就能读九八五 二一 不仅如此 华侨生联考的试体难度 也就和普通高中会考的难度差不多 完全没法和全国卷相比 而真金不怕火力 虽说考上了上榜 但舍解G二连赛的挂科成绩 也能说明他的真实水平